北京时间8月12号凌晨,迎超首轮在赛六场,这次课场2比1挑胜牛卡斯尔,沃特福德主场2比0完胜布莱顿霍夫, 水晶宫课场2比0进取复勒姆,博恩茅斯主场2比0击败加比夫城,切尔西课场3比0大胜哈德斯菲尔德,埃福顿课场2比2汉平狼队,切尔西首战哈正是金帅大利塞兰军的英超首战,热身赛状态不佳,当莫拉塔首发出战,开场仅三分钟他就措施良机,配得罗鞋三,莫拉塔换开防守独次面对门将, 他最后一脚还是没有感觉,竟直接射片,随后莫拉塔要么就是带球被断,要么就是强点尾赶上,再没有这样的好机会,不过萨里倒是有足够耐心让他找状态,莫拉塔也是踢满了全场,不过还好切尔西奇他人把握机会还好,坎特高难度坏射得手,新元若日尼奥本稳的将点球发尽,想比莫拉塔, 佩德罗倒是没有浪费替补登场的埃加尔传的好球,单刀球挑射得手,王倩尔西三比零锁定胜局,这次今年下窗零满人,昨晚做客圣章姆斯公园球场,他们倒是导客为主鲜声夺人,第八分钟, 埃里克森拍出脚球,混战中美尔通横投球将球顶进,这个球越过门线不到一厘米,这也是门线技术,第一次在营超中起到了作用,进球有向热刺一比零领先, 只是仅两分钟后,和三无强点头锤将比分扳平,同样热刺也很快再次将比分超出,也是传中,也是强点头锤,埃里处热刺,二比一再次领先,本以为是进球打战,之后双方却都无法取得进球, 倒是下班时热刺换上了孙清明,牛卡斯尔这边日本球员武藤家继也替不登场很有看头,毕竟这也算是亚洲球员,在英超的德比大战, 不过他们两人昨晚都未能帮助球队进球,最终热刺客场一球小胜,埃福顿今年下窗是下了血本, 不过今天的比赛,他们也是收到了回报,客场队正升班马郎队, 他们惊吓的标王巴西前锋利查利森发挥出色,两度抱埃福顿取得领先, 尤其是下班时埃福顿在十打十一的不利情况,下他接拖松传球学们得手, 让埃福顿一度看到拿三分的机会,可惜第八十分钟,西梅内斯的破门让埃福顿只拿到一分, 埃福顿后卫甲吉尔奖,吃到了英超本赛季受张红牌, 这场比赛他们从八发迈来的强员都没登场,客场拿到一分或许也是能接受的, 积分棒方面切二期已经胜球的优势利亚曼联, 这次暂军榜首,埃福顿一分牌在地肉,三个升班把只有狼队拿到一分, 富勒姆和加蒂夫首轮军派下阵来, 射手榜方面,首了就没开二度的佩雷拉和埃福顿标王里查绿森二球领导, 伯格巴和若日明奥军打入一粒点球, 伯恩茅斯的威尔逊虽然打入一球, 但他成了本赛季首个防丢点球的球员, 也错过了没开二度的机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